美联储12月份议席会议结束 连续三个月决定美元不加息 这次为什么不加息呢 有人说美元加息周期结束已成定局 这是真的吗 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打到现在 能不能结束 恐怕只能取决剩余一件事情了 12月份美元不加息 这是一个预料之中的结果 因为美国经济数据繁荣的背后 有太多隐藏的危机 例如美国11月份CPI同比增长3.1% 此前10月份是3.2% 有人说这是美国家庭储蓄即将耗尽的标志 又例如美国经济在三季度的强劲表现之后 四季度走弱趋势明显等等 市场普遍相信美联储不加息已成定局 因为这次一息会议之后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了所谓的鸽派言论 我们来看他是否真的变鸽了呢 鲍威尔传达了一息会议的内容 共四个要点 第一 美联储的政策利率已经达到或接近峰值 第二 不希望排除继续加息的可能性 第三 美联储正在思考 讨论何时降息 并且在当天的会议上讨论了降息时机 对降息政策的讨论才处于初始阶段 第四 不会等到2%通胀率再降息 原因是那将会太晚 会超过目标 很明显 这并不是什么鸽派的言论 只不过比鲍威尔本人以往的发言略显温和而已 我们来看 这里面有三个不为人注意的重要一点 首先 鲍威尔强调这是一席会议的声明 意思就是他只是负责把会议中讨论的内容做一个传达 暗示 这不代表美联储官方的结论 更不代表背后的大资本家大财法们的结论 第二 达到或接近 这又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措辞 第三 鲍威尔强调说不希望排除继续加息的可能性 我们多次讲过 鲍威尔并不是真正的决策者 他在很多时候只是一个传声筒而已 甚至参加一席会议的人也不是真正的决策者 背后的大资本家大财法们才是真正的决策者 那么 明年还会不会加息 或者会不会降息 恐怕全世界都不知道 美国人也不知道 因为答案在中国而不在美国 为什么答案在中国呢 美元加息这种事情 美国人咬牙坚持干到底的事情 往往到了最后阶段 就是直指主要目标的时候 或者干脆说是最后的决战了 从今年以来的很多迹象 尤其是最近美国频频针对我们的动作来看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最后决战的目标 就是我们 除了美元加息之外 美国还在全球各地制造了大量的地缘政治危机 甚至战争的局面 在我们周边制造摩擦的运作也越来越疯狂 这些都是配合美元加息的动作 全球资本加速寻找避风港 现在世界四处冒火 美国已经是唯一的安全之地 曾有某位网友的评论 非常有道理 美元加息最后阶段的目标 能是斯里兰卡那样的小国吗 能是俄罗斯吗 能是欧洲吗 能是日本吗 这些答案显然都不对 最后决战的目标只能是我们 那么美国人想达成什么结果呢 或者说他们得到什么样的战果才会收手呢 目前看来 总体目标就是人民币资产 最明显的是股市 楼市和汇市 最危险的就是楼市和股市 楼市已经跌到最低点 碧桂园和万科这样的优秀房企美元债都快被拉爆了 在美国不断抽水之下 股市也跌到3000点以下 汇市要相对好些 我们外汇储备太大 不太容易拉爆 但是 我们的楼市和股市都不是完全开放的市场 要下手也并不容易 所以今年以来 美国高层三方五次来谈 多次强调 希望我们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前段时间 我们开放外资自由出入 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让步 换来美联储连续三次不加息 但是这显然仍然无法满足美国资本家的贪婪 现在就是极限施压 看我们能做出多大的让步了 如果我们不让步 也咬牙坚持 美国人估计还得继续加息 前两天我们讲过 美元加息是一场极限施压 就是要把美国和美联储背后的大资本家大财阀的全球利益最大化 因此 不到极限 美联储是不会停止加息的 所以鲍威尔说要看美国经济数据 就是要看是否已经到了极限 这也就意味着 美元不会轻易降息 甚至只要能加息 就一定会加息 所以 最后的决战局里 我们能不能让步 让多大的步 成了非常关键的决定性因素 贸易战 美国输了 对美出口大增10% 猛了 进口线暗度陈仓 面对中国海关最新公布的数据 拜登总统越来越感到忧虑 尽管美国试图减少从中国的进口 但中国的出口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还在增加 贸易顺差也在持续增长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海关的数据显示 今年的前11个月 我国的出口总量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了0.3% 这在亚洲各国出口大幅度减小的对比之下 中国的出口贸易成为了一抹亮色 更让拜登感觉到难受的是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扭转了下跌的趋势 已经出现了9.6%的正增长 拜登总统最终发现 问题主要出在盟友身上 近年来 美国一直推行单边主义政策 试图与其他国家脱购 然而 实际上 美国并不是因为脱购 而不购买中国商品 而是因为购买力不断下降 而买不起了 但想不到绕了一个圈 增加了中间环节 还是继续购买来自中国的商品 结果不但买得更多 而且买得更贵 这还要从美国本身的制造业说起 尽管美国致力于发展国内制造业 但由于产业链供应的复杂性 自主制造面临重重困难 因此 完全脱钩对美国来说并不现实 在全球化背景下 许多企业已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和供应链网络 断开其中一环会导致供应链断裂和生产中断 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损失 从进口数据来看 美国确实减少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 但增加了对越南 墨西哥等国家的进口 与此同时 越南和墨西哥却大幅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 特别是墨西哥 从中国进口汽车零配件并组装成汽车后出售给美国市场 由此看来 脱钩并不存在 只不过是产业链增加了一个中间环节而已 今年的前11个月 中国的出口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了0.3% 这与亚洲大多数出口型国家的出口量大幅度减少 完全不同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说明我们的产品可能通过美国的盟友进入了美国市场 所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贸易数据不断的转暖 我国的出口贸易量从8月起同比重新出现增长 而且增长的幅度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 外贸企业的出口订单也在过去6个月持续地增加 即使对美国的出口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善 虽然过去曾经出现连续14个月的下降 但如今重新转为增长 增长率达到了9.6% 中国再次确立了我们的制造地位